好各位线上的自家人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10分 大家晚安晚上好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这个战争跟股市 现代化特色是什么 来跟大家做个提醒 那其实操作方面呢 如果你是长期看老师节目的 那我想我该提醒的东西 该怎么操作策略我都有跟大家讲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做到现股控管好 其实睡好觉没烦恼 好不好那逻辑先正确 影响的范围 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锁定 谢谢 大家晚安 来现代化的战争跟股市 就是给大家这个结论很快就结束 现在的一个科技非常的发达 不管是通讯软体新闻即时新闻 LINE或者是战争 大家也看到无人机打仗嘛 不一定要争的人去打 所以其实呢 今天的盘中突然传出开战 我想没有人认识普丁 也不会有人知道盘中突然传出这个消息 好所以呢这个股市下跌呢 今天当然下跌的话也一定会有一些投资朋友或双民 要来跟老师说些什么 其实我都平常心 那如果你是看老师节目够久的 那我相信你知道老师在节目上跟你分析的东西 我一定拿出相关的数据依据 我来告诉你我觉得几率比较大的那个方向 那总比你看一个节目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嘴巴一直去喊 好不好 所以操作跟节目绝对是有差别的 你可以今天来看一下老师的节目 差别在哪个地方 那这个事件呢我还是跟大家报告 因为做已过去的一个分析 老师的节目我没有跟你讲绝对不会开打 你要用力买股票 我绝对没有这样跟大家讲 我只跟大家讲我觉得几率真的不大 那影响层面我之前预告过 我认为就是在通膨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会来跟大家讲 那整个这个避险伤情 跟恐慌的情绪都是高涨的 那这个其实呢 很快就可能会结束了 所以这个战争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在继续的看这个发展 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一个结果 搞不好在明天早上就有个战争到底是谁输谁赢的结果出来了 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节目有一些逻辑 跟大家帮大家收集之后 细节我们周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就目前来讲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事情 来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那第一次收看老师节目的 一定要订阅频道 开小铃铛 老师在2346晚上都会做直播 那时间比就不固定 所以你要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这个通知 来这个是我们在 周六周日就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事件我觉得 如果真的 会有影响的 大概就是在原物料的部分 因为这个 俄罗斯产这个奶气嘛 包括这个 乌克兰 它是欧洲的粮仓 玉米 小麦 就是这些的一个 食物的部分 今天的这个起货盘也都大涨 再来就是油价的部分 那在昨天以前 其实呢 公布出来的一个制裁 其实都是蛮轻微的 那股市其实也真的是 有这些利空也都不跌 那搭配我们的数据面 我们认为 是有机会守住这个区间下缘 我们讲的是 美股的部分 好那在今天的一个期货盘 已经是跌破了嘛 所以看法我待会来跟大家补充 这个是周六我告诉大家的 就是俄罗斯产的原油 供给量占全球大概一成左右 对不对 然后呢 天然气输往欧洲 大概占了43% 所以如果真的打起来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通货膨胀 可能会衍生其他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观察当中 因为这个战争如果快快结束 或者是在今天晚上 可能就很快有传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究竟是去做谈判呢 还是就战争打赢了 然后其他的一个部分 大家会担心是不是引发世界大战 这看法我待会也会来跟大家讲 来 那重点是这个通膨的事情 我们的外交订单对于欧洲的接单 其实已经有稍微减少一个情形 就是因为欧洲的通膨增加 消费力减少 那现在的一个油价跟天然气大涨 当然这个事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些事情 那金融市场担心的 其实也是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会继续的一个追踪 好 那今天的早上盘前 是传出这个消息 就是 美国去制裁北溪二号 那因为这个 昨天的这个盘中消息 大家也知道吗 我们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时候呢 美股是大涨的 直播结束之后呢 油红翻黑 又翻红 最后是杀尾盘 那就是这个消息面去左右盘市 所以你是老师的会员 其实你都知道 前两天的大跌跟大涨 我们没有带会员朋友去乱动作 我们不会因此要去抢股票 杀进杀出 所以我们本来就有做好控管这件事情 所以我节目要告诉你 你看我的节目跟我们带会员的操作 你可以稍微去跟同业比较 绝对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今天也有网友来跟我说 他看到这个打仗的事情 结果他的分析师 这个股票赔了一塌糊涂 还在节目上嬉皮笑脸的 还认为战争是好事情 所以其实你自己去评估看看 早上发生这个事情 到现在下午 这个是乌克兰 那点火的地方 就是战争的地方 目前所传出来的 包括这个基辅 首都 也是已经有说 坦克车已经开进去了 那军力蛮悬殊的 就我们所了解 俄罗斯大概是20万大军 然后这个基辅政府去做这个征召 好像才三万六千名 所以这个事件很有可能 我们的判断很有可能的 很短暂就会结束了 那我们希望当然伤亡不要太严重 因为没有人会希望是打仗 那大家担心的是 会不会引发世界大战 其实我们现在在老师下午 包花盘中 我们去看很多的一个国家 不管是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那我认为这个变成世界大战几率不大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乌克兰 它并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当初俄罗斯就是想要加入北约 然后被婉拒 因为认为俄罗斯这种大国 不需要加入北约 但是他们却要让乌克兰加入 所以俄罗斯就是因为这样子 有很多的因素 我想网路上有很多的一个媒体的报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也不是这个政论节目 那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乌克兰它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所以呢欧盟 包括美国到现在都是用什么 谈话跟制裁的方式 并不会真正的出兵 那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判断是不至于会发生什么 世界大战 所以我认为这个反应会是比较短暂的 我们的判断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去做个参考 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给会员的一些动作 你可以看得到说 如果是今天开地下跌 一定很多人一早又带你去抢股票 但是盘前我就已经告诉会员朋友 就是大概什么样的事件 我们最近已经减少动作了 那内部的筹码有力 你看我昨天的节目 我们是不是乱讲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我们会先观察 如果要调整应变 我们再用Cotion去通知会员 这个是盘中大概9点50分 我们提到今天是量增下跌 好那老师的节目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美股重要参考是标普500 标普500它跌破了1月的低点 就是我们认为那个区间相形 应该是能够守住的 那既然跌破的话 它就是一个修正的惯性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比我们预期还要弱 所以整理时间会稍微再拉长 那我们原先就提醒震荡盘 我建议怎样 资金控制在5成操作就好了 所以修正继续就占不要进场去抢短 早上给会员的 所以很多人会看到跌就想要去抢股票 这个就是你自己操作 跟我们的去判断 绝对是有差别的 中午所告诉会员朋友的 这个看法 投资朋友你可以自己做参考 市场已经有恐慌现象 1月行情下跌初步反映我讲的升息的预期 最近乌二的这个利空 其实股市也修正 那今天确定开打 老师跟大家讲 确定开打反而容易什么 利空出境 反而利空出去 因为这是没办法分析的 但是我的节目已经跟大家讲到了 股市最怕不确定 如果像那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跟这个布林肯原本24号见面 所以我是跟你讲 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能要等到24号之后 因为会有个不确定 行情还是会上下震荡 后来昨天又说取消了 不去了 对不对 那今天又突然又演变钱 就直接打了 对不对 好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有逢高减码 跟控制持股档数 我们手边的持股也算是非常的抗跌 非常的抗跌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还是认为 这个架构有没有改变 那手边的资金 提醒不要去抢短 这个是我告诉会员朋友的 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图表 这个是2月5号我跟大家预告 这个行情 过去的分析 我想昨天节目讲很清楚 然后在开红盘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目前我对于 美国股市的看法 它是在这个区间的相形 对不对 区间的相形 那到现在一个月的 大致上是准确的 对不对 只有到今天跌破了嘛 那战争事情本来就是 没办法分析的事情 所以分析师也是人 不是神 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昨天的节目 老师过去所分析 掌握的准确率多少 准确率多少 你自己去判断 好那我们既然说 这个相形下缘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过去所分析的 看法依据 10月2号讲是波段买点 对不对 搭配心里面恐惧嘛 对不对 包括很多其他的因素 我们分析过 11月6号我提醒你贪婪的卖点 对吧 我节目是有提醒你要减码卖股票的 这里 这里讲波段买点 这样子下来 对不对 跌回来看法告诉你波段满足了 没错吧 搭配心里面 在恐惧嘛 是不是又涨上来 所以这是我们之前帮大家抓的转折点 好那你可以去陆续看一下 过去这两年 我跟大家讲 美国股票市场 我们看法 为什么都不会跟你去摇摇摆摆 那直到了这个1月20号来这里破线了 这个上升趋势跌破 我跟大家讲 它会进行横盘 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 跌幅满足了 告诉你不要杀嘛 对不对 告诉你横盘是不是弹上来 弹上来我们还有建议解码的哦 所以你去比较一下我的节目跟别的节目 有人是告诉你用力买 对不对 告诉你这乌尔绝对不会打 绝对不会打 老师是不是告诉你 我们没办法分析这个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几率比较高的方向 没错吧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告诉你要减码 2月9号礼拜三 你自己看一下 减码 投资朋友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是区间相形了 上海这里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建议大家减码 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开盘 然后当天晚上大涨 拉出这根中场 你是不是可以减码 那我告诉你我认为区间相形下缘 还是有机会守住 因为我认为开打几率不高 搭配其他的资料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心里面在恐惧嘛 那你觉得我们分析是乱分析的吗 没有错吧 一定要依据嘛 没错吧 所以投资朋友 那这个是到昨天 这个到周二吧 这里你有卖 下来我的看法是 区间相形的格局 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里 你可以尝试的去布局股票 我们也是有这样子去做嘛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都建立在一个 几率高的方向 有依据的操作 好 那这个是现在 今天 投资朋友 昨天跌了之后 来心里面就在恐惧的阶段 那美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开盘 现在这个期货盘 我们的看法上 你现在这样看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股票市场 来 我说重要是要看标普 对不对 这是标普的期货盘 是不是在今天跌破的 没错吧 而且是在盘中发出 这个战争的事情 才跌破了 好 那跌破之后 要看今天的现货开盘 我们可以允许它跌破之后站回来 而且其实老师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了 直稳上去你还是要减码 因为我们看法就是会震荡 没有错吧 所以我们不会说叫你全力做多 买好买满这样子 因为看法策略我都告诉你了 今年已经不像去年是顺向盘 今年是上下来回的行情 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 你现股做 今年不要用融资 对不对 然后是区间震荡盘 你大概用五成的资金做就好了 如果你有听老师的这些提醒 其实跌下来 我觉得你不用这么担心 好不好 因为总体经济的方向 它还是往上的 那技术面破坏 它就是整理时间会再更长 好不好 这个是美国股票市场 那我们看一下台子期 台股也是一样 老师认为这个地方 一月低点应该不至于跌破 那今天最后是跌破了 我们看台股 更正一下 刚刚是期货 来这里 我们也认为这个低点不会跌破 好不好 那这个事件就跌破了 跌破之后 我们怎么操作 怎么调整 这个我会告诉我的会员 好不好 那我的看法 我会跟大家讲 我的一些数据跟看法是如何 好不好 好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空头老师说 做多的一定都大赔 赔很惨 那你看老师节目的 其实你都可以去看 该减码 该提醒的 我们有卖掉的 然后剩下的持股 表现的状况也是很抗跌的 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有做空的老师 今天有人告诉我 突然又翻多了 好 投资朋友 我要特别强调 我对这位老师 没有任何的偏见 我个人还算蛮欣赏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逻辑 他的专业度 人品绝对没有问题 我只是不喜欢 怎么样 说法上比较有些目的性 因为完全都被老师料中 从过去看坏电磁股 我就告诉你 他是想要做空的 后来真的翻空了 你也看到了 那我告诉你 那只是要给会员一个交代 现在你看到 我的会员也有是他的会员 你来告诉我 做空真的没赚到什么钱 对不对 原先的钢铁股流到现在 搞不好赚更多 好 从这边上 我们讲的都是一个操作 你自己去评估 所以这个事件 老师跟大家讲一下 战争如果在这一两天 快快有结果的话 那金融市场的反应 跟台湾的影响 好 影响层面没有那么大 因为第一个欧洲跟美国是不太可能去参与这个战争的 那就看真的到底是谁打赢 打赢之后到底后面的发展怎么样 通膨是不是下来 油价这些是不是因为这个喷出就结束 对于后面的行情很重要 所以我们观察的重点 我们会再帮大家继续收集资讯 有相关看法再来跟大家讲 好 那其实呢 一月份叠最主要是这个利率的一个决策事情 那也因为这个事情 要升息的这个幅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好 那你可以看我昨天的节目我都讲过了 从一月中我讲的会透过升息循环 取代这个缩减资产负债表 有人说在市场上卖债券收资金嘛 用这个理由告诉你要放空嘛 那为什么这个理由还在要翻多 就是逻辑有问题 好不好 你这去思考我跟你讲的东西 我所讲的东西到2月5号验证嘛 是不是没有那么阴 缩减资产负债表也不是在市场上去卖出债券嘛 这是到2月17号上礼拜四的新闻 没有市场那么鹰派 我所分析的逻辑你可以去看一下 美国国债欠那么多 个人消费者债务信用卡房贷 升息影响层面 不管是企业政府影响都很大 好 那升息是为了要抵抗通膨 但是通膨又是什么 疫情所造成的缺工塞港这些事情 又不是升息跟这个缩减资产负债表能解决 那只能够解决资金过剩的问题 但是这些所供应链所造成的 加上现在战争可能原物料又短缺了 半导体的奶气 对不对 那油价这个将来怎么制裁俄罗斯 天然气怎么到欧洲 这个都是问题 这个都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事件我们要去做一点评估 好不好 好 再来呢 这是我告诉你的 联准会不会很阴 重复东西我就不讲了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联准会既然不会很阴 通膨其实呢 照叶伦之前的讲法 疫情跟美联储 疫情获得控制加美联储措施 加上我告诉你激起的问题 本来就会慢慢下滑 好 那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这事情 让油价大涨 那你要看油价维持在这里多久 这个会影响到股市 好不好 所以是新的变数 股市操作就是一直有新的变数 那我们就尽量用一些逻辑分析 来告诉你几率高的方向 好 所以疫情是不是真的 如老师之前的分析 然后下滑 从过年前告诉你 所以叶伦所讲的这个是成立的 联准会也确实要升息 好 那我跟大家讲的最大变数 就是油价天然气跟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影响多久 这个价格如果维持在高档 那当然会有影响 那美国这边已经有可能要扩产原油的库存了 所以当然后面油价怎么走 我们待会陆续看 好 所以疫情下来了 对不对 那升息会告诉你会升了 然后为什么通膨在第一季会见高峰 激期的问题 激期的问题 那乌克兰这个事情在加进来之后 还是会有变数 但是激期变高会慢慢下滑 也是事实 好 那景气方面你要知道 打仗是非经济因素 那景气方面你要知道 美国标普500的公司都在做企业的资本支出投资 为什么 看好疫情之后的复苏吗 对不对 还有我告诉大家 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库存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在比金融海啸还要低的地方 这到12月1月的资料 既然库存在低档 那投资朋友 那这个加上这些企业投资生产 这个景气的扩张本来就是往上的 然后我也告诉你资金紧缩又不会那么紧 没有错吧 所以这些的条件逻辑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零售销售数字不错 对不对 其他国家是保持宽松的 欧洲嘛 日本嘛 对岸嘛 对岸又做降税的事情 这昨天跟你讲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们分析的方向有没有逻辑 对这些的一个景气方向既然还是往上的话 投资朋友既然还是往上的话 那战争就是一个短期影响 他不容易去改变一个景气的方向趋势 然后台股要整理 我也是有跟大家示警的 这里 技术面跌破 我说要整理吧 整理我没有跟你讲要看空 就是短期的整理 然后告诉你主人鱼狗 对不对 什么是主人鱼狗 大家也看很多遍了 总体经济的方向 景气的方向 我跟你分析 台湾跟美国高度相关 中国大陆也渐渐好转 那欧洲可能是一个变数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台湾经济成长率 从我之前告诉你的4.15 到现在被上调到4.42 然后 通货膨胀的年增率 还在2% 因为我们的政府 做什么 动涨 所以将来台股的行情 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真的会发生 要明显的修正 或者是企业获利 可能要大幅数衰退 那你就去注意 政府什么时候 去调涨 电价 好不好 因为现在都是动涨了 因为动涨台湾的股市 才可以比较强 但是 今年如果你把政治考虑进去 就是今年要选举 所以今年我觉得调涨几率不大 这个也是我跟大家讲 今年都还是很有利的原因 所以经济景气是向上 外销订单 从12月份告诉你 有接单有营收 未来两到三个月 所以第一季数字没问题 到1月外销订单 我也跟你讲 还有选股的问题 你看我们所做的股票 基本金属跟化学品 它的接单 就是一直都是在 从去年7月8月 一直到现在 都是前面一二名 所以我们带你做的股票是什么 有数字的股票 有数字的股票 而且是有逻辑的 你待会可以慢慢看 那你要去评估 俄罗斯这个事情的开战 对台股的一个实际的影响 金融股可能会有影响 因为曝险听说 大概2000亿左右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出口 贸易对俄罗斯来讲 大概1%都不到 所以其实同时 这对台湾不是 实时经济的影响 不是实时经济的影响 那跟我们高度相关的 中国 美国 没有什么问题 欧洲可能会有问题 就是消费力下滑的问题 因为通货膨胀 好不好 所以当然 投资朋友 整体来讲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是一个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湾政府的态度 维持降税 降税要维持这个通货膨胀率 所以我告诉你 政府方向是做多的 政府方向是做多的 因为今年要选举 台股的估值偏低 这个我也讲很多遍了 好不好 我说用1万7当机器 今天即便跌 也都还没来到1万7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今年会是上下震荡 但是向上也是有空间的 好不好 原付证券 动作 看法 券商的动作 包括第一季 什么有利的条件 我也告诉你 因为要股东会强制回补 所以你去简单想一下 为什么空头老师 如果空头行情真的好赚的话 为什么他要回补空单 我比较佩服的是 有些空头老师是一路 要空就空嘛 对不对 就喊空就做空 也不用 也不用去回补空单啊 对不对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有些像方唐静一下 一下多一下空 一下多一下空 摇来摆去的 没错吧 你要做空 你就真的是觉得大空头 那你就做空嘛 好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的东西是很客观的 三四月份就是股东会强制回补 好不好 如果你要空 紧张兮兮的 你觉得你也接受 那你就去做 但我跟大家讲 真的没有赚很多 很多股票也没有卷可以空 这都是实际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讲一些很虚伪的东西 你看台股在农历年前 融资就大减了两百多亿 上市 贵买减了一百零八亿 最近这样增加 其实呢 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 融资没有增很多 然后呢 反而还是减少了 好 那我昨天跟你分析的 我们认为区间下雨有机会守住 原因是什么 你看法人也没有料到啊 法人也没料到 嗯 对不对 选择权 法人的筹码大户的动向 对不对 昨天选择权还是大幅度提升 还在1.14以上 全部约在1.2啊 避险的部位 其实都已经 认为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所以你认为法人有预料到会打起来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股市就是没有绝对的 但是我们尽量做几率高的方向 逻辑对的方向 好不好 那如果你要因为一天 这样子 要否定我 那我其实也没有关系 虚心接受 好不好 你自己慢慢去看 我们的操作 我们节目 跟别人的差别是什么 好不好 那我的看法是 很快就结束 避险商品跟恐慌情绪都是高涨的 所以呢 这个是要去关注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油价 油价你看这一根 喷出去 有看到吗 已经来到了100 102块钱 那其实这种喷出 过去的经验就是几乎快结束了 所以如果油价今天是很长的上影线 然后油价见高点开始下来的话 那真的最差最差的状况差不多是这样 再来你看这个是 黄豆 看玉米好了 这个跟玉米小麦跟这个乌克兰不就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是食品 你看也都是这样喷 这些东西不可能永远都在高档 好不好 如果战争很快就结束 那这个其实势必还是会下来 所以这个是不要拖太久 拖久对于通膨事情就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观察 那你可以看到美元 这个是在避险的 有没有看到 美元跟黄金也是喷这么大一根 美元今天到刚刚现在大概涨了1%左右 所以钱都涌进去这些避险的东西 而且你要知道避险都是很短线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年级国债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国十年级公仔 大跌了5.67 有没有殖利率已经掉到1.86 这个不是下来了 有人也说这个是要做空的理由 那为什么会下来 就是钱躲到债卷去了 不可能永远要躲到债卷去 因为通货膨胀就是高于2% 就是高于2% 所以投资票你要把这个奪级想清楚 今年已经是确定会有通膨了 所以当股市跌 资金我又告诉你 不管是中国 对不对 日本欧洲 都还在保持宽松 对不对 那你看到美国 即便他要升息 他缩减购债又是到期不再投入 他整个水库的水还是这么多 那升息增加资金成本 但是就算再怎么升 到1%2% 他还是没办法追上通膨 所以钱还是要进去什么 找超额报酬的商品去做 那什么比就有机会超额报酬 一定是股市 所以你要买有竞争力的公司 趁大跌 你才有超额的利润 好不好 这是老师的看法 那关注的点在通膨 还有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 是不是快快结束 我们判断是应该很快结束 股市反应应该就很快 因为盘中不管是赖啊 FB啊 对不对 新闻啊 很多人就赶快传这些讯息给你 这个已经比以前 报纸在流通还要快 现在及时打到哪里了 你看这个都是 超快速的哦 有没有 哪里被入侵了 哪里怎么样 哪里有坦克车 哪里有轰炸 你都是马上就知道了 这就是现代化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股市的反应 大家知道 马上的情绪反应 去杀出股票 都是非常快的 你去评估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新冠肺炎往下杀 也是大概两三个礼拜就结束 所以投资票 你只要把老师的话听进去 你是现股操作的 对不对 你资金本来就有控制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买的股票 跟我提醒你不要去买的股票 还有我们都没有买回来的股票 你自己去比较一下 那同业这个 我真的是蛮佩服的 对不对 不管是联电啊 友达啦 什么一大堆股票 天狱啊 一大堆套得很惨了 节目还可以嬉皮笑脸的 所以我说 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那更何况 我节目是有告诉你要减码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我们减码 我们是真的有做 而且我节目是直接讲的 所以你去比较一下 元金 安吉 我分析太阳能的产业趋势 对不对 从去年怎么做 做了几趟给你看 你都知道的 好 那行情一月不好 对不对 二月这里谈上来 我是跟你讲 季限以下股票 你可以减码 没错吧 我是告诉你可以减码这个 安吉比就强 你要做安吉 没错吧 我讲完之后 隔天才卖2月10号 我是不是怎么讲 我怎么做 没卖到了 我还有建议会员改价卖 安吉我们是2月11号 50块这个地方 我们有卖出减码一笔 对不对 这是之前有做的 预告的 有获利了结的 12月20号 我们之前也是有赚过的 这一次减码 元金是没什么赚的 对不对 但是当时有做的 我都跟你讲过了 当时是不是有做 有买有卖 有获利下车 还是你要去看那个 现在股票一拖拉股 你都可以帮他整理成ETF 对不对 没错吧 我还是有跟你讲 趋势没变嘛 后来亮灯的嘛 产业跟你追踪的嘛 这是今年政府要做的事情 啊订单也真的都看到 年底了 过年加班的 这都是你知道的 那你看今天的重挫 6443的元金 对不对 盘中还大涨了嘛 最后是受到这个影响 我昨天怎么讲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 你看6477的安吉 尖盘中是还达到50块 那你看我们所选的股票如何 那你去比较一下这个 你去比较一下这个 这个还破底 联电还破底 那联电我这里怎么讲的 上海我怎么讲的 都告诉你不要买 你这样一比较就知道差别了嘛 谁的选股跟逻辑有问题 好不好 来 这个是聚合 我们有减码的 我昨天也有跟大家讲过看法 你看昨天的节目 我的看法是如何 同心店我也有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已经减码掉了 对不对 产业继续跟你做一中的 后面有这个展览了 所以这个事件结束之后 股票慢慢回到正常 还有包括顺德 我们有做减码的 这个都是我们有减码 告诉你的证据 这个我就不重复了 台达电康书 我昨天都有跟大家讲看法 你都看昨天的 这些基础建设的 什么样的逻辑 你可以去看 所以我们分析 跟你分析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你喜欢老师的影片 我们下一个口令的动作 手机帮老师打直 右上角叉叉点掉 点掉之后帮老师订阅 跟按开小铃铛 新的朋友 私家人帮老师按赞 跟分享影片 好 那点聊天室就给回来了 那祝福这个有按赞 有分享的投资朋友 好不好 你的股票操作都能够什么 风凶化起 我的看法不用这么紧张 因为我认为这个 景气的扩张方向是往上 但技术面就是转弱了 所以短线就算 你没有杀 上去你还是要减码 怎么调整你可以加来做询问 小老鼠的全TEC扫描标签 好不好 那会员的操作就跟抠讯 因为我们目前的手边股票 其实还蛮抗跌的 还蛮抗跌的 好 那你看老师的节目都会跟你做预告 这是2月16号 上礼拜三预告的台积电概念股 昨天发动跟大家讲嘛 涨上来 对不对 现在也是蛮抗跌的 也在成本附近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的差别 股票选股跟操作的差别 而且你可以去看一下老师给会员的抗讯 股本小的公司我都说要控管 现股操作 对吧 控管资金 控制档数是一开始就要做的事情 在那讲台积电去年5月18号公开操作台积电 对不对 CALLSING给大家看了550的 8月份的股灾 我们买第2次 570的 这个是当时节目的预告画面 破线才买的 没错吧 那9月份 跟观众讲我们就买这两次 买在转折点 目标价看800块 原因我都跟大家做过分析的 你可以慢慢看我们跟大家追踪的过程 为什么我说第1季数字没问题 去年12月跟你讲 去年10月份那个行情 跟你讲你要把握第4季 然后第1季的一个 状况还不错 然后23季就看震荡 所以我从去年第4季就跟大家示警 你要把握第1季 慢慢调整股票 没错吧 这都是几个月前就讲的 苹果要加速 生产提前拉货 所以你看到台积电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外资提到第1季 台积电法说所讲的数字 是会达到高标甚至超标 所以台积电的整个 逻辑 春季发表会的逻辑 数字方面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法说会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做电子股 方向要集中在这些 晶片 晶片的看法 我都跟大家讲 因为 万物联网 电动车 伺服器 这些会需要用到大量的晶片 所以在先进制程的部分 我们看法上 没有像市场上讲的 可能会什么供过于求 台积电比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产能都被包了 但是相对于为什么我告诉你 连电跟利基电 我们觉得 比就不建议 因为竞争者太多 这个都是去年就跟你讲的东西 10奈米的事情都可以去看 28奈米的事情 更正一下 所以三星没有客户去包 他的产能 对不对 不管是品质 能耗订单都输嘛 三星没有客户去包产能 昨天跟你补充的 你看到辉达 已经支付百亿美金预付款 给台积电 包产能 所以台积电要去扩产 都是先有客户包产的 那你相较于 三星这个状况 所以不是最近有传出什么 3奈米可能超车台积电吗 我不告诉你那是假新闻吗 对不对 7奈米以下订单客户都先付 预付款去排队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执行长会告诉你 他们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 因为客户订单都是先 付好预付款 先包产能 然后真的不够他才去扩产 对不对 高通的晶片发烫 三星的单转给台积电 这个IP数量我都跟大家分析了 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知道 台积电的年复合成长率 现在已经是往上调了 15%到20% 那外资都该都是预估成长 是 16%以上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逻辑跟公司的话 同事没有 暴跌 你要去找胜率高的公司 那就是这个 没有竞争对手的公司 台积电要把台湾当作基地 所以很多公司 外国公司来台湾设厂 所以这是 之前告诉你的内容 到现在 包括 供应链 因为要设厂嘛 就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选股方向 都先从这些方向 不然我们怎么去做胜衣 胜衣也是化工类的股票啊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 一样是选股 胜衣 对不对 我说你去比较都知道了啊胜衣为什么今天还是涨的 这就是选股的功力啊 来 再来看这一个 普丁开战 台积电买点 我跟大家讲只要台股重做大跌 你觉得是机会你想要投资的话我讲投资哦 这是很知名的外资分析师嘛 他后来退役了自己开投资公司嘛 他提到什么只要600块 他闭着眼睛就会买 为什么 就是我前面所跟你分析的那些东西 他的竞争力几年之内没有对手 那外资报告 整个法人的预估 就是他自己法说会讲的嘛 年成长15%到20%了嘛 以前是10到15嘛 现在是已经往上调了嘛 好投资朋友 大家的分析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是稍微便宜的地方 今天收盘是多少 604块钱嘛 604块钱 对不对 你看 他每次都是暴跌出大量都 通常都是 还不错的买点 好不好 尤其又是这个 被经济因素所造成的 好不好 你自己参考 我的看法对他没有改变 那也因为他的因素 今年的台股 这位外资分析师也讲 今年台股 他所写的内容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会有什么 升息啊 地缘政治啊 库存调整 这些不是都我给你讲过的东西吗 疫情已经开始慢慢减缓了 地缘政治是没办法分析的 库存是今年的重点 我都跟大家讲 所以投资方向 我们所选的方向 是如何 逻辑分析你去比较一下 好不好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台积电是这样的状况 中长线的方向是这样 好那你自己去看一下 富利的效果 跟成长性 他的看法一定是会往上的 甚至在创新高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台股 跌下来 看法就是会有撑 他就是区间相形 这个我从 去年就告诉你 风光还是跟你讲区间相形 短线跌破 美股跌破转落 那就是会震荡 那区间相形下缘 其实我在1月1号的会 已经就跟会员讲了 今年台股的估值 所以跌到哪里是真的便宜 要用力大买的时候 那我们都是有做准备的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 资金不要用满 好不好 所以你去比较一下 我们的做法 然后我们跟你节目 可以跟你预告产业方向 对不对 我说我们现在会从这里面去做 所以看好的 我会放在投资名单 会员可以看投资 我们会员专区投资名单 每周都有 去年10月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准备了投资名单 所以是不是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才会有不错的买点 所以行情一直稳 股价从左上角涨到右上角 那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最近我节目跟你分享的 2月13号礼拜天的投资名单 华通跟光宝科 华通跟光宝科 2月14号是不是恐怖情人节大跌 是不是跌到我们设定的价格 后来拉上来 到现在你可以去看一下 选股 这里 这里嘛 然后涨上去跌下来 跌下来他还在月限制上 跌下来还在月限制上 那你去比较一下其他 很弱势的空头的股票 来再来看这个 双红 2月8号跟你讲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说看好伺服器 伺服器 这张啊 这里是不是有伺服器 第3项啊伺服器啊 是不是跟你先预告方向 这样 这个是我们本来就设定的产业 双红 其红 也有到价格吗 双红其红是不是拉上来 有到价格啊 没错吧 那你再看一下今天的走势好不好 双红还是涨的啊 创新高 那这个就是差别啊 3017 其红 小跌 1.3% 昨天来创新高 月季限制上 这就是选股的差别啊 还是你要看那个节目都是在跟你喊的 用喊的 都没有先预告的 也没跟你分析过产业的 所以你想参加会员我都强调节目要看到抠讯吗 有人整集节目都没有抠讯的 哪一组会员买什么股票都没有 有人还给你放个抠讯是完全没会员组别的 好所以就说如何分辨我都有教你 那你去参考一下五次都预告的 东美金 11月9号预告的 有买的 对不对 普通会员买在18几的 追踪上来的 11月24号减码的 减码之后拉回又买211.5 又拉上来继续追踪的你看从11月讲到12月中 新会员加入218.5买对不对 12月28号来到238 这里说会来到240 240是我们设定的目标对不对 所以来到这边我又有卖减码 这是公开操作的 1月6号跟你讲这个并购案的事情存在风险 我可能会把中美金卖掉另外一半 那我是不是隔天卖掉 我还跟观众讲我卖了 240 后面来到242 来找我的投资朋友 包括观众你从11月份看我节目到现在的 中美金 这个操作 还跟你讲卖掉了 拉回我们没有买回来 对不对 我还跟你讲 所以投资朋友你你去比较一下 这个有买有卖 这个有买有卖 跟人家在高档一直跟你喊的 有买有卖 这里为什么下来我告诉你 先不要买 筹码有问题 信用筹码没有问题 我都跟你讲 产业当然是趋势啊 好不好 所以我说你去比较就知道了 来这是惠特 惠特是不是先预告 去年有做的 高价会员 掌停板有卖的 卖掉之后 12月份又转强 又在跟你讲 追踪产业讯息 营收历史新高 对不对 告诉你他的客户 负财 扩产的事情 负财12月底告诉你是拨断买点 76块7 对不对 是不是都预告 追踪 预告完之后继续跟你讲的 会员有买的抠讯 78块1 没错吧 涨上来追踪的 惠特 卖掉 我跟你讲的 惠特 负财卖掉 我跟你讲的 这个我们也没有买回来啊 因为我们就是持股党数要精简 这没有买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跟你讲 筹码问题啊 对不对 筹码问题我昨天都有讲过啦 今天这行情这样下跌下来 他们也都是还不错的股票啊 重点是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出手吗 所以如果你高档你有卖 投资票 那不能赚钱吗 好不好 所以你去比较一下 买对股票跟买错股票 差别多大 而且我告诉你的股票 都是竞争力不错的公司 实际有获利产业前景不错的公司 没错吧 还是你要听那个都是用嘴巴喊的 记忆体是不是先预告 告诉你报价有机会我们观察 1月8号上来的报价 1月18号冲上去了 对不对 然后节目跟你预告 我盖牌这个股票 到前天跟你公开是南亚科 会员买在75块9 这边啊那你看我们预告到追踪 到真的出手 到报价续续上去 到节目跟你讲 阿姬你回来了 对不对 你都可以锁定我每个礼拜一的节目 那 华邦店南亚科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到我们 2408 没错吧 涨上去我有卖我给你看抠讯了 拉回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机会 好不好所以你高档有出 我这边所以 你看行情这么好 这么不好操作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们怎么做 好不好比较效应看法没有变 反正遇到这种 非经济因素而且是整体金融市场的 这种 这种全面性的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你在将来股市也一定会遇到 但是你要去看 胜率高不高 人家的选股 我们的选股 逻辑 谁有逻辑 清清楚楚的 南亚科有减码的 2月18号 没错吧 你有卖掉 投资朋友 你看他今天就算他跌回来好了 2408现在跌回来好了 你自己看一下 收盘76块3 还是在我买的第1笔的成本那边而已 所以你选好的股票 买卖的节奏 我资金控管好 都还是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 这个差异就很大了啦 你自己去比较一下 我昨天也都讲过了 这个报价循环都还是有利的 好不好 技术面架构也都没有破坏 那看你怎么做而已 好那联发科这个我昨天有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我说这个是手机比重比较高的 我告诉我已经跟大家分享看法了 我说这个东西 我是没有推荐你在今年要买的 对不对 我1000块 跟你讲你可以用零股存股 涨到1月份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 我对他看法是 将来是区间相信 因为手机比重他比较高 手机今年会趋缓 去年营收成长也比较高 基期变高 所以我认为他今年不会 不容易大涨 会走区间 所以我事实上来跟你讲你 可以考虑减码卖掉这个股票 这都是公开跟你分析的 好 再来呢 钢铁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我跟你分析的逻辑 升息循环是今年大家知道的事情 所以升息循环我说比就会涨基础设施的股票 之前债券殖利率飙涨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科技的钱流出 纳斯达克跌 我说过年后的钱回来会 流向哪里 金融是升息的 的一个概念 再来我说钢铁跟化工 因为外交订单 我说传产类股会比就有这个机会 那其实最近的行情你也看到了 债券殖利率的分析 基础设施 这个也不重复了 很多国家都要做基础设施 对岸发地方债 要供基础建设 欧洲的全球门户基础建设 对不对 然后告诉你第二季是钢铁的旺季 没错吧 去年是因为受到这个 对岸恒大的事情影响 所以你看股市就是充满不确定 但是你要去看那个逻辑 对不对 一个分析师跟你讲的东西有没有逻辑 来这是钢铁旺季这也没有错啊 对不对 业者自己讲的 回补库存 农景不相上下 跟2021年 去年钢铁股 是不是也是三四月开始大涨的 昨天跟你分析破底翻了嘛 那你看就算今天的这个跌 钢铁股还是很抗跌 而且真的乌俄开战 矿物生产钢铁的这个 出口大国俄罗斯 这个供应上面 方面将来也是吃紧的 所以只要这个金融市场波动稳定 其实后面钢铁股还是比较有力的 这都是 这个都是有逻辑在的 节目之前 怎么跟你分析对岸限制产能的事情 一直跟你追踪 然后对岸的社会库存在低档 我都拿出数据跟你分析 都不用嘴巴乱讲 对不对 这一个是 铁矿石报价上来 然后世界钢铁学会说 今年的钢铁还会再成长 去年基期比较高 去年大成长 基期变高 今年还能够成长的 真的不多 所以供给面 碳中和要减产钢铁 对不对 大陆现产 需求面 这些的基础建设 每个国家都要做 那你觉得老师 讲这些是乱讲的吗 后来盘价上调了吗 中钢盘价也调了吗 中红盘价也调 讲对外10兆人民币的交通人员 这些基础建设 都是有所本的 供应吃井 亚洲的钢厂 对不对 韩国的普向钢铁 对不对 有一个 生产年100万吨的 高炉要停产 日本要减少7到8座高炉 中国要持续减产 因为节能减碳 这都是有逻辑的 欧盟针对大陆的 罗斯罗帽的 这个客房请销税 没错吧 因为乌尔战争你看 涅价 缺涅 涅是不锈钢的原料 电池材料的原料 涅价冲上新高 今年也是大涨 那这些逻辑不是会让钢铁价格维持高档吗 同学们讲 所以我讲的是逻辑 减碳 全球减碳只有百分之 一成的人落实 大家都说这个一定要做 全球暖化了嘛 大陆要去钢铁 产人为什么 就是要减碳啊 所以这都是趋势逻辑嘛 好不好 所以投资票股市涨涨跌跌 都会遇到突发事件跟修正的时候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想 你要留什么股票 那你认为要大空投 投资票那你要去想想看 资金的宽松 跟这个什么 景气的成长是不是都还在 目前看起来都还在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跌的时候你逻辑清楚 这是我跟你讲的过程 大神刚筹码不错的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周六告诉你的 至少现在跌下来价格都还算不错啦 都算抗跌啦 上礼拜还在49块多啊 这行情不好跌下来 所以你可以去看出 股票的差别 股票的差别 好不好所以钢铁股老师看法我昨天都有讲 那行情不好 你就是操作节奏的问题 跟你资金怎么控管的问题 就像昨天跟前天大涨大跌 我们也不会 去拆 然后又去追 不会 昨天大家也投票了嘛 没什么动作啊 对不对 乌尔紧张 你可以去看一下 欧美跟亚洲的钢胚 乐嘎 都是报价都上涨 涨7% 3到7%不等 其实就是在涨价 捏价的事情 华星调涨3月不锈钢报价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这些都是我跟你分析的过程 落井 也是在我跟你讲的设定范围 所以看好的 投资朋友 这里提醒大家 短线节奏上 我跟你讲 看法跟我的预期不太一样 稍微偏弱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乱操作 涨上如果 如果真的如预期 对不对 短线结束弹上去 哪些股票该调开解码 你还是要 因为今年就是区间震荡盘 那既然偏弱 就是整理时间会拉长 如果你短线没啥上来要解码 哪些股票解码 你可以来找我 那要买什么股票 换什么股票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投资名单 所以如果你认同理念的邀请 你可以 参加老师的会员 个股买卖推荐 我们只有针对会员 节目分析 就是让你参考 我们带会员的方向 做法 那你要自己 跟单操作的话 盈亏要赐负 好不好 老师的会员就这两组 普通跟特别 很单纯 PoChun控制无档股票 无档以内 好 那额外给会员专区 入会员影音 投资名单的准备 包括我们这个LINE的服务 那我节目 跟你预告的东西都在这里 好不好 股票其实也都相对抗跌 都相对很抗跌 距离成本3到5%以内 好不好 投资票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跌下来 空中老师跟你讲做多做大赔 那就代表说 是买错股票的 乱买一大堆的 都没有减码的 那你看老师可以跟你讲 要减码 2月9号 对不对 下来我跟你讲 区间震荡盘的操作策略 钱不要买满 用现股操作 你可以看我们的选股 跟操作 受到行情影响 一定有影响 但是遇到这种波动 股票能抗跌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操作 好不好 投资票你自己评估参考 操作跟节目 你自己去比较 绝对有差别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就是通膨 那希望这个当然 伤亡不要太严重 那现代化的 但战争跟股市 判断应该很快 反应结束 所以我们会再密切关注这些的消息讯息 那如果有进一步的看法 我们周六节目告诉你 避险商品跟恐慌情绪 都大涨 我刚给你 给你看那些报价了 通常喷出 这些的避险喷出都是比较短期的 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参考 那有相关的看法呢 那我们在周六节目再跟大家做个分享跟报告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信赖老师 你有股票的问题 那不知道如何处理的 你可以 点影片下方标题 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之后表达你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那我们会尽快 请服务人员来协助你 那你也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除了填表也可以用LINE来询问小老鼠 全TEC 扫描标签 那我们公司电话是0226538299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就在周六直播再跟大家见面 非常谢谢你 那影片结束再跟自家人打招呼 好不好 谢谢各位 我们周六见 谢谢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